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疫情 我们这次新冠疫情变化到现代 各国的政府也一如老师去年的议测 各国开始使用了什么 独裁无人权残暴的中国共产党模式 进行了各个都市的封城计划 在中国这是一个强害人权的共产党模式 但是他又不民主也不讲人权 我们应该去踏伐他 我们应该去制裁他 但是同样的事情 如果在中国以外 比如说英国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澳洲 你只要做这些事情 就是必要的防疫措施 我们小时候在念书 念到一篇文章叫做一颗鼓松有三种态度 所以一个疫情也会有很多重的标准 恭喜中国的朋友 你们有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社会环境 虽然你们不能投票 不能当街对骂政府 也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 而示威抗疫去影响了其他百姓日常生活的民主自由 但是你们还有一条命可以呼吸 还可以好好的工作 也算不错了 对不对 而疫情的排行榜 虽然老师一直以来都对疫情的预测 基本上有8成的准确度 这是老师目前的观察 还有8成准确度 但是这一次老师可能就有点偏离了准确度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疫情排行榜变化的速度 比老师预期的速度快上很多 至少脚步快了10天左右 或许老师3月份的疫情预测可能就要被打脸了 怎么说呢 老师疫情在3月份 世界第一的神之子国度 也就是美国 应该疫情发展到每日的新增病例会降至8万人以下 然而在2月中的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疫情金榜排行榜 首先冠军依然是美国 美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目前是99,500人 这个数字很漂亮 比上个周减少了1万人 这是每一天 这个还不是总共是每一天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数字 跌破10万人这个均值 后面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人数都是可以确认是下降通道的产生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虽然是染疫人数的降低 但是怎么样 你的病故的人数却没有下降的太多 目前单日新增的病亡人数 还在3000个人上下 一天就有3000个美国同胞 因为新冠疫情而去提前见上帝了 那么当然这也不能说是现在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些病亡的一些美国同胞 他们可能都是两三周以前 甚至上个月 你可能确诊之后 这个病情本来是稳定 可能两周之后突然恶化了 所以说这可能会有一些遞延的一个效果 不一定是说现在还是这么严重 而是可能会有遞延的效果 那么单日接种疫苗的数字 美国现在非常优秀 只能说他真的是一个世界最强国 这个不是调侃 这是打从心中 真的认为他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家 他目前可以达到单日破200万的数字 所以这个神之子的国度 他只要选对正常的人去执行这个政策 就可以走到对的道路 政治是一个专业流系 没有经历过这些历练或是成长的 就算他个人的能力再厉害 你都没有办法驾驭好这个国家的机器 你看中国他本身就有疫苗 但是中国你有办法每一天打200万个百姓 你们中国自己生产的疫苗吗 你们真的打得到吗 打不到 那也是很正常 但是美国达到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美国他整个 整个政治游戏 他要做的时候 他真的是可以做得很好 好吧 第二名是巴西 神之子的附属国 巴西就是特朗普 巴西特朗普波索拉诺 他们单日染疫人数很奇妙的 只能说真的很奇妙 他还是维持在每一天 5万个新增病例 每一天5万个新增病例 这是为什么 因为巴西总统还是没有强制的去 要求百姓去戴上口罩 虽然增加了打疫苗的进度 巴西都有疫苗 你看看 巴西有疫苗 我们中华民国去了还没有 这太可悲了 但是染疫数却没有停止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因为你不断的染疫 后面还会有对百姓身上会有后遗症 以及你要消灭这个病毒 并不这么容易 这是很大的 而在巴西的病狡数 就是因为新冠疫情所往生的病狡的 每一天还是维持在破千这个数字 但是巴西疫苗接种的数字也很稳定的 平均每日接种人数大概到2万3千人左右 有时候他可以达到3万 所以以巴西的人口2亿来看 他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全民接种 大概3年之后就可以了 那么久之后谁也不知道 对不对 那么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英国 英国每日新增病例数 已经跌至1万5千人 他高峰是在6万 那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下降了很多的 但是我们看事情 千万不要只从一个角度去看 只看数字你会偏颇 英国他的人口大概多少人 他英国人口大概是6600万人 所以是说这个英国还要再努力一些 百姓能够少一些不戴口罩的自由 基本上就会比较安全了 而以病亡人数来看 英国每日人平均有700多人 因为新冠病毒而提早去见上帝 还算是不少了 这个还算是真的是蛮多了 而每日在英国接种疫苗的人数 可以达到多少人 可以达到43万人以上 在他高峰的时候 甚至可能达到50万人去接种疫苗 而且是一天 所以基本上英国政府也是豁出去了 但是主要还是在于 英国是主要的疫苗生产国 所以他有地主优势 这个还是有的 为什么说英国人口去注意呢 因为巴西人口2亿 英国人口6600万 以这样比例来看 其实英国的单日染疫人数跟巴西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我们在觉得巴西每天5万很多的时候 事实上按比例来说 英国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英国你真的改善空间还有很大 而在第四名就是什么 战斗民族 俄罗斯 俄罗斯的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每日大概1万5千人左右 这个数字是比较有确定要在哪里 每日病亡人数却不到500人 你的染疫人数很多 但是你的重症病患变得很少 这个数字非常值得去玩味 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有人说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福特加可以杀毒 福特加来杀菌 酒精能度很高 会不会杀菌 这个不知道 但是在接走疫苗方面 俄罗斯没有向世界的卫生组织 去提交他们真正境内 他们每一天打了多少疫苗这个报告 从某种程度来讲 俄罗斯它的透明度其实跟中国一样 这不是很透明的 但基本上在俄罗斯的境内 大概施打的总共大概是200万人 总共我们没有说他是每一天多少 因为他的报告实在是看不到 总共大概200万人 但是在美国你一天就达到200万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 其实它的制度面是很重要的 还有这个领导人你的sense是不是很够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总统 他好像对他百姓不是很好 希望他还是要给百姓多一点关爱 而不是只在他自己的权力上面 俄罗斯总统普廷现在面对到他们的民主浪潮 被民主欢乐送 这个过程到底什么 他能不能安全下装 其实以俄罗斯的政治来讲 任何俄罗斯领导人想要安全下装的几率 其实还蛮不高的 希望他能够维持久一点 当然世界才比较平安 因为俄罗斯毕竟是有世界最强大核武的能力 而第五名是西班牙 单日新增病例数为14000人 以西班牙人口只有4700万来看 这个数字还是很严峻的 单日因为新冠去见上帝的 大概还有500个人 但是单日接种疫苗人数却是增长快速 在那边竟然可以有每天有10万个人去接种了新冠疫苗 这个人数来看这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如果维持这个数字 两年左右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全民才能够真正的接种完成 能不能缩短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欧洲的百姓 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你要让他们的行政效率提升 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为什么我们将会稍微讲一下 这些人他们愿意去挨针 然后打个针注射疫苗 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戴口罩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这是应该算是民族性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就整体来说 维持住这个疫情的状态 他们没有迅速的恶化 飙高的软移速 这已经是好消息了 毕竟他们的习惯就不是这么的好 第六名是意大利 单日新增病例也有13000多人 单日死亡人数约在400人上下 而疫苗接种的数字每天还有6万人 以意大利人口6000万来说 也算是有个进展 说他们的民族性 这个有6万人已经很不错了 第七名是印度 印度的名次又往前了 之前第九名现在到第七名 但是还是一个原因 他不是因为印度的染疫人数突然飙高 而是因为他其他国家的染疫数字下降了 所以说让印度又挤回到前10名 甚至回到第七名的宝座 但是实际上 印度的数字控制在1万出头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之上 这对一个超级人口大国来讲 他人口已经14亿了 这么多人的人口 既然你只有一万多人的去确诊新冠病例 而且他的单日死亡人数更是让人家瞠目结舌 为什么 因为印度因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病例通报了 我们讲有通报的好不好 大概是百人以下 就是不到100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总体而言 印度都差不多已经紧跟在中国之后 有机会成为新冠病毒的控制国 但是他毕竟还1万多例 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控制 但是以他人口来讲 其实只有换到其他国家来讲 甚至可能就几百例这种水准而已 不过现在的疫苗在印度 每一天还是很多打疫苗 大概是30万人 但是想当然了 在印度可以接种到疫苗的人 大概都是高种性的 比如说婆罗门、萨地利 这些比较高社会阶级的人去接种 或者比较有钱的人去接种 一般的贫苦百姓 你说叫他们去接种 其实他们有没有接种 或是他们有没有因为新冠病毒 他们什么时候上市的生命都不奇怪 在印度有些地方 比如说你踩硫磺或清下水道 或是一些城市的维护工作的 这些打工人 他们很多的平均寿命只有到26岁 各位你没有听错是26岁 我们26岁的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还不知道在社会上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事情 他们26岁可能就已经有七八个小孩 而且他们必须要每一天 但起早的去打工 去赚每一天可能一两百卢布的钱 来去养家活口 买面包 就只是维持生活而已 那些高危险的工作 就有时候藻气、瘴气 或者是硫磺的一些重金属 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很年轻很年轻就会死亡 所以他们很早生小孩 不是因为他们很想要生小孩 而是你只有这个时间生小孩 因为你20几岁 就像有了鬼灭之刃里面有斑文的人一样 你不会超过25岁就隔屁了 但是印度就是这样 印度就是这样 所以说一般贫苦百姓 其实他也不会去打疫苗 除非是真的完全免费 而且他真的有迫切需求 或是雇主要求去打 不然的话其实他打不打 其实是没差的 第8名是墨西哥 墨西哥担任染疫人数 大概10,300,瑞地第6名的意大利 在墨西哥有个比较特别的案例 老师今天讲一下 就是有一位23岁的一个墨西哥的妇女 然后她是新手妈妈 怀了她还生下小孩 她确诊了新冠病毒 但是她算是轻症 但是最有特色是怎么样 她哺育出来的母乳 哺育小孩新生新手妈妈 她哺育出来的母乳居然是绿色的 然后带绿色的 不是说全部都是翠绿色的 没有 就是带有绿色的这种母乳 这个事情在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案例 还没有其他案例 但是当地的医生跟其他专家学者研究之后 还是建议她 不要担心 虽然是绿色的 这当作有青草汁的味道 就当作是还是一样 正常状况去补育 为什么 因为母乳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她会因为任何的需求去培育出 可以让小孩 所需要平安长大的任何的营养素跟抗体 那么在后来之后 在这些母乳不断补育之后 小孩子也是健康长大 也隔一段时间之后 已经染新冠病毒的妇女 她的乳汁也慢慢恢复成了一个正常的白色 然后她再去检测 她就变成了阴性 也就是她自己就康复了 她也没有去什么负押病 她就康复了 所以说生命的奥妙 其实我们还就是必须要再去研究一下 在墨西哥单日的死亡数字 原来保持在1000人上下 而疫苗的接种数字 但就在5000上下 所以说墨西哥还有很常路要走 不过相信他们还是有成长的空间 那么第9名 第9名是什么 第9名我们看一下 第9名是印尼 印尼的单日新生人数 约在9800人上下 基本上它是属于比较冷 冷却的疫区 之前是比较高温的 但是要说到 印尼有没有可能进入了下降 通道开始这个日渐加进 那还需要再观察两个礼拜 因为这个两个礼拜还没有看到她病例 说是不是真的往下的时候 那个下降通道是不能够确定的 而在印尼来讲 他虽然每日新增是接近1万人 但是他因为新冠疫情而病亡的人数 还是在200人上下区间 整体来说 真正的重症病患 他是比较已经降的很低的点 而印尼他也在接种疫苗数 印尼现在也就疫苗了 他们疫苗数也在每日8万到10万之间的人去接种 印尼都有疫苗了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居然还没有 为什么呢 不能说为什么 反正都是我的命 是不是这样讲 第10名就是德国 我们的德国 欧盟的模范生 他担任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压到9100人的数字 真的才是模范生了 他担任病亡人数也降至500人上下 各位你有没有记住到现在这个关键点 你看德国他压到9100人的数字 但是他担任病亡的人数 还有500人上下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印尼 印尼只有200人上下 所以说这个病菌 他的诡异的地方 其实还很值得玩味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打疫苗比较去多的 或是你的生活习惯是比较 饮食习惯 比较偏亚洲那种 可能比较酸 或者是比较甜的 通常他们的病亡数字都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一个蛮有玩味的地方 这个食疗可能真的是有他的用途在 当然除了德国梅克尔 德国总理梅克尔他的强烈领导之外 这个措施要给你封城之外 疫苗施打他也在一定的数量 目前德国可以单日施打的疫苗数到10到15万之间 的百姓可以去施打 这速度说实在的 以德国的政治力 他真的不能算快 因为大家居然还在观望 有时候德国人真的说他们冷静跟理智 有时候是不是过头了你知道吗 他们这么强大的国力竟然每天只能施打10到15万 美国一天就200万 对不对 America世界第一的名号 还真的不是业余的 他还真是他的实力在 但是以整体环境控制来说 德国也算是很有进展 在其他国家方面 刚才我们谈到前10强了 其他国家方面纽澳都在10人以下 所以纽澳已经控制的非常好 马来西亚单日为3300人 虽然有点下降 但是还要再观察年后的状态 有没有持续改善 为什么 因为过年期间 这两周会是比较隐晦男生的 我们不能够确定他的数字是不是真的回报了 或是说他现在还是潜伏期 这现在都还不知道 所以说现在不能确定说 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往下去走 这个还要再观察 而在南非 号称谈非变种病毒 大家闻风尚胆的地方 他的单日确诊的病例只降到只有2700 各位记得吗 三个礼拜前我们要谈他 他还有上万的 输一两万的确诊病例 现在只有2700个 所以似乎南非病毒在南非也已经受到了控制 而在日本 日本从我们之前看到了4000 3000到现在所得到的报告是单日只有1300例上下 1300例 他的病亡人数单日也仅有只有100人以下 整体来说 在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权力的压制 跟他们的政治机器去运作之下 现在疫情可以说是进入了完整的下降通道 所以说日本的朋友请放心 你们的生活环境跟你们的疫情 应该是可以透过你们这个 有点像封城秀吉的这位首相 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未来让位给他那个人能不能再回去 这个大家很难说的 而另外提到加拿大 上次每次都一直往往提到加拿大 加拿大他单日新增病例数也在3000左右 但是死亡人数还压在每日百人以下 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因为你单日3000以上 但是病患人数只有百人以下 但是如果把它沉到类似 比如说像德国这样的病例 大概也会跟德国差不多 但是加拿大平日我们大概接种疫苗率 大概每一天会有3万多人 以这个数字来讲真的是做得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算是一个富有的国家 你这个国家的富有的程度 而且加拿大是买得到疫苗的国家 但是接种量却是相对的非常缓慢 只有3万 3万 这真的是非常缓慢的数字 这是加拿大真的要加油 而在南韩部分 单日人在300多人的数字 但是南韩这个数字 我们一直觉得他还不错 控制的很好 但是这个状况来看 基本上他不是好事 因为当你的整体疫情产生平稳的数字的时候 代表了你在社会里面所点燃的火苗 然后一直没有去消灭 所以什么时候遇到天时地利 人和的时候 这个火苗会不会再点起来 这个很难讲 因为他没有往下走 而是走平稳路线 平稳的时候 有时候就变成积蓄能量 你可能再往上走 这真的非常注意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的 疫情金榜排行榜 这一周很多数字 尤其是亚洲地区 变化会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年期间 可能医院筛检也不多 或者是大家回到家乡 你也不好管理 而且更重要的意思 更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老师观察到现在 几乎现在大部分的疫苗 都被白人国家所垄断 当讲人权的时候 当人权讲民主的时候 白人国家白色联盟 讲的都是疫症言辞 都是什么人意道德 但是遇到这种瘟疫事件 你要去分配疫苗的时候 全部都闭口不提 一根疫苗都不愿意放 我们台湾什么时候拿到 不知道 那么请问一下 我们假设我们的名义 就是说你应该要尊重我们的名义 你应该卖点疫苗给我们 如果你是真的是要立体民主国家 请问这么多民主国家 请问我们要疫苗的时候 你有没有给 讲一句很难听的话 疫苗重要 你要分给我们疫苗重要 还是你们自己把疫苗霸占之后 去关心新疆的棉花 是不是红色的 哪一个比较重要 对不对 有时候这个事情真的很有趣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错的 这些国家是错的 我们在政治上面我们不能讲对错 只能说他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不能讲对错 为什么 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领导者 你本来就应该优先保护自己的国民 这个大前提是当然是对的 民为重 社稷次之 均为轻 所以说一定是以靈民百姓为咒 尽量的去保护你的国民 但是如果政客没有办法先做到安内两外 那当然也说不过去 只是如果一切都是利益挂帅 那么这什么是自由民主的一些鬼话 信任人真的是很好笑 你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你为了你自己的理想 但是真的讲自由民主的时候 又有谁愿意因为自由民主 去分你一根疫苗的 对不对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看看各位什么问题